嗨,家人们,大家好,我是从以色列来的莎拉 我想再跟你们分享在这个分别为生的季节里面,我心中的感动 我们最近正在进食盛宴,并将我们的心与神的时间,立法 以及神在这时候对这世界的目的对齐 在我最近一次的祷告中,我感觉神让我在心中看到一个图画 是一个容器,一个罐子 神对我说,不管倒进去这罐子的水是何等的纯净 如果这罐子不是干净的,它无法倒出纯净的水 我感觉神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让神来洁净我们 让神的水流进入到我们心里的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空间,每一个面向 所以我们会是预备好可以来领受神的新鲜洁净的火水 像一个预备好纯净的器皿可以保存神洁净的火水 我们不会使这水被污染,或是加入我们自己的味道扭曲它 或是用不配得的方式呈现 我们会是圣洁分别为圣的器皿,去领受神纯净的火水 并浇灌在我们周围的世界 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的耳朵献给神单单听他的声音 还有我们的话语,我们的思想,选择,行为,关系 我们的决定,先后次序,我们的家人 关于我们的每一个部分都会真正成为一个家 可以承接神的统在 圣灵会感到被欢迎,被邀请安歇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成为献给他的